英国前财政大臣苏纳克还有现任外交大臣特拉斯 即将在保守党近20万全体党员的投票之下 最终在今年的9月初在两人当中选出一位党魁和首相的继任人 我们来看今天的欧洲观察 苏纳克和特拉斯两人都是英国执政保守党内的精英式政治家 两人都属于英国政坛40多岁年龄段的少壮实力派杰出人物 特拉斯平民出身牛津毕业 曾经出任过多个重要的政府内阁大臣职务 比如特拉斯就曾经担任过英国千年以来的首位女性司法大臣和大法官 被视为是靠自身努力拼搏上位政坛高层的代表性人物 而印度一的苏纳克的妻子则是印度亿万富翁的女儿 外界估计苏纳克夫妇两人的资产高达近10亿英镑 是目前英国政界中最富有的政治家 也被视为是保守党内富豪精英的代表性人物 而曾经由约翰逊一手提拔的苏纳克 却在关键时刻宣布辞职 给了约翰逊最后的致命一击 并且一辞职就第一个迫不及待的宣布参加党魁竞选 不免让保守党内部人士觉得他操之过急又野心过大 而一直力挺约翰逊到最后时刻的特拉斯 反而给人留下了意志坚定言行一致的良好印象 而他作为女性在党魁和首相的竞争中也会占有一定的优势 至于人们所关注的两人的对华立场和态度 苏纳克对中国态度比较缓和 苏纳克去年曾经在政策演说中表示 英中之间的价值观虽然有根本差异 但是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 因此英国需要与中国建立成熟又平衡的关系 在坚守价值观的同时 把握住中国巨大的金融和服务市场 而非常亲美和坚定反俄的特拉斯 则对中国态度相当强硬 无论在有关中国的各类事务 还是在涉港涉台以及新疆西藏等问题上 作为外交大臣的特拉斯 几乎都是逢中必反 当然无论是苏纳克还是特拉斯 一旦担任首相职务之后 就既要通盘考量英国整体的国家利益 又要兼顾执政保守党和反对党派 以及全体选民的各种意见和思潮 因此在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 国际政治与外交事务方面 特拉斯有可能变得更加理智客观一些 而苏纳克则有可能变得更加强硬严厉一点 而究竟是新的铁娘子特拉斯 接替约翰逊担任党魁和首相 还是苏纳克最终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印度裔首相 就要看暑期之后的9月初 执政保守党全体党员的投票表决最后结果了 以上就是这次的欧洲观察